台北市場 柯文哲 再度前往濱江續場視察 發現原潮一樣沒少過 可以戴手機 戴身分證件 好 OK 那就這樣 你要宣布 即便出口縮成三分之二管制 搭配十連GQR Code 但採買民眾只有半數 願意拿起手機配合掃描 加上透過北市府即時影像監控 試圖分流依舊沒解 柯文哲終於決定 跟進其他縣市 採取身分證尾數 進行分流 而反觀同在重災區的新北 市長侯友宜不跟進 堅持走自己的路 派出相對的人力 各路口去做好管制 那你做不到就停業嘛 後一放話 做不到管制就停業 不過北市抗拒多日 終於跟進 揚發起身分證尾數分流 竟市長林佑昌 大讚總比不做好 我很高興 柯文哲市長 終於肯聽我的話 把這個最大的防疫的破口 把它補起來 北北基陶生活圈 就新北不同調 儘管多次開罵市場 很難管 侯市長依舊堅持不跟進 該怎麼有效管理 恐怕得傷透腦筋 在你喜歡理智道嗎 因為我們特別報導